帮赵处长洗的那五个亿 用金是多少啊 商业秘密 眼前这个男人以洗黑钱为生 因为技术过硬 找上门的客户络绎不绝 今天他更是迎来了一笔惊天大买卖 对方开口就要洗白一百亿的贪污款 并且表示在合作前 要先洗一千万来验验货 转过天 女人如约而至 却在经过海关检查时 被人拦了下来 工作人员上前对车辆进行搜查 装着千万钞票的箱子 就暴露在众人眼下 工作人员显然没领悟到女人的眼神 就在他不得不去打开箱子时 另一名工作人员出来接替了检查工作 而他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女人的身份证 就放他离开了 只因这个叫杰哥的男人 也是洗钱集团的一员 但他们却不知道 两人之间的猫腻 已经被楼上的骨仔禁收眼底 骨仔是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 专门打击贪污腐败 不久前 他们调查到高官张部长一次贪污上百亿 影响极其恶劣 于是廉政公署全员出动 对这笔钱进行追踪 张部长身为老油条 自然也察觉到风吹草动 所以让情妇阿美出名 赶在廉政公署掌握证据前 把钱洗白 骨仔根据情报 追踪到了阿美的位置 随后他记下车牌后 让手下继续跟踪 而他则带着另一对人马 守在海关办公楼外 等待杰哥出现 见杰哥上了一辆出租车 骨仔等人立刻驱车跟上 一直跟着他来到一处居民楼下 骨仔推测 这里应该就是洗钱集团街头的地方 见杰哥乘坐电梯上了二楼 他便从布梯绕上来暗中观察 果然没多久 集团头目智书就从房间里出来 骨仔见状立刻出面将其拦截 眼看情况不对 智书手下故意用烟雾灭火器制造混乱 趁此时机 集团成员四散逃跑 骨仔则钻钉杰哥 追着他一路跑上天台 杰哥不想束手就擒 朝着对面楼便纵身一跃 此举虽然让他逃过了警察的围堵 却将身上的背包意外划跑 刚到手的辛苦费 瞬间撒得一干二净 为了保命 他也顾不上心疼 爬上去后拔腿就跑 骨仔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 长腿一块也跳了过来 在骨仔的穷追捕射下 杰哥咬牙从三楼跳下 然后一瘸一拐地冲到马路上 骨仔冲出来试图将车逼停 正在他犹豫要不要开枪时 对方却猛踩油门 逼得骨仔只能就地一滚避开车轮 里边由于阿美反侦查能力很强 很快就发现了跟踪自己的警察 于是不断提诉 想甩开他们 意识到已经暴露的警察也不再掩饰 一个加速转弯 挡住了阿美的去路 戴着面罩的神秘人突然出现 帮阿美解围 可阿美有些发懵 因为他并不认识对方 等神秘人离开现场 紧跟着 阿美就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内容让阿美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他并没多想 等天亮后 就带着千万钞票来找智书 许总 看你了 组织里专门负责洗钱的 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职员 智书把账号发给他 要他在五分钟内搞定 可五分钟一到 阿美举起手机 界面上显示是零 洗白的钱并没有到账 此时自信满满的智书还不知道 负责洗钱的职员已经葬身楼梯间了 眼见这笔钱迟迟不到账 阿美也已失去耐心 不理会对方的挽留 起身拿包准备离去 而就在此刻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在赶来的路上 就因为你搞不定了 你好 赵小姐 耀文一出场 轻松干掉香港最大洗黑钱集团的头目 并且取而代之 为的就是抢到阿美这个大客户 只见他拨通电话 要手下在两分钟内洗白阿美男一千万 接到命令 手下立刻操作起来 并且效率极高 两分钟时间不到 阿美就收到钱已到账的提示 你的一千万 我已经帮你洗干净了 耀文技术好收费地 顺势提出要跟阿美合作 并表示之前帮阿美 躲过警察跟踪的神秘人 正是他的手下 智叔手下的银行职员 也是他派人杀的 所以现在整个香港 除了耀文 没人能帮他洗白衣白衣 在这番威逼利诱下 阿美已经没得选 只好同意合作 这单大声音让耀文在香港打响了名声 就连集团以前的忠臣杰哥 都选择投靠耀文 老板叫你去菲律宾避一避 杰哥因为被廉政公署盯上 眼下只能带着钱跑路 但他没想到 耀文早就在他车上动了手脚 第二天 车子刚启动 就发生了爆炸 先上车的妻子瞬间葬身火海 杰哥这才意识到 原来耀文看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所以想要杀人灭口 见耀文不仁不义 杰哥当即打电话给廉政公署的谷仔 我想自首 转做五点证人 我可以把两帮人都供出来 谷仔跟他约好一个小时后见面详谈 便带着手下出发 路上他又收到短信 由于短信的用摩棱两可 手下提出跟谷仔分头行动 把两个地点都找一遍 谷仔驱车来到潜水湾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这时他给手下打电话 结果也联系不上对方 谷仔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刻掉转车头往回赶 里边 手下刚跟杰哥碰面 就冲出来一个蒙面杀手 见手下还敢上前迎酒 杀手也不客气 反手就给了他一刀 但就算是这样 也没能把手下击退 为了摆脱纠缠 杀手用力一推把手下撞晕了过去 证据没拿到 还让手下身负重伤 谷仔因此十分自责 而他没想到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这天 廉政公署的同事邓警官找上门 直指谷仔涉嫌贪污受贿 并给出了相关证据 7月15号 有1200万存建了你的账户 你不是想告诉我吗 你手机中奖 电话公司回赠了1200万给你吗 面对邓警官的连连质疑 谷仔一阵头脑风暴 终于想起来 自己最近把银行账号给过一个朋友 朋友定居国外 但他母亲还留在香港 平常就由谷仔帮忙照顾 那天朋友跟他有银行账户 说要把谷仔为母亲垫付的生活费打过来 谷仔把这条信息告诉邓警官 可经过对方一查 结果出乎意料 那笔钱是7月15号转到你账户的 但陈玉民在7月14号就已经死了 口供出现明显漏洞 显得谷仔更加可疑 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邓警官没有将其逮捕 只是向上级申请停了谷仔的职 为了弄清是谁在陷害自己 谷仔先是来到银行 想查一下自己账户近两个礼拜的收支记录 结果得知自己的账户已被冻结 无奈之下 谷仔只好另辟袭警 从举报自己受贿的人入手 于是谷仔联系到同位警察的朋友阿林 让他帮忙去查 很快阿林给他回复 得到以上信息 谷仔立刻以约拍照片为用 联系上对方 闲聊间谷仔不断套话 因此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没等谷仔解释 突然闯进来几个追债的混混 对阿华纠缠不清 见阿华有危险 谷仔挺身而出帮他打倒这群混混 然后追出来拉着阿华上车逃离 车上谷仔表明身份 并质问阿华为什么要去举报自己 想到谷仔刚救了自己一命 阿华也不再隐瞒 说是因为有人找上门 花钱雇他去连政公署投举报信 而他正好缺钱用 便答应下来 另一边 谷仔带走阿华的事情 传到了连政公署 邓警官误以为谷仔在骚扰证人 于是向上司申请拘捕令 要立刻逮捕谷仔 但在抓人的过程中 阿林却从天而降 抢先一步带走了谷仔 邓警官气不过找上门要人 却被阿林拒绝 阿林所属的部门 专门打击洗黑钱活动 他以谷仔涉嫌参与洗黑钱活动为由 强行把人扣下 让邓警官也无可奈何 你最多只可以扣留他48小时 而阿林此举 实际上是要保护谷仔 我敢说 全香港最安全 就是这里 同时 阿林查到了 故人举报华仔的幕后黑手 是个较肥腐的混混 我不信一个有社团背景的人 会搞一个ICC的调查员 为了揪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谷仔决定继续调查 但前提是要先甩掉邓警官的追捕 48小时一过 阿华来拘留所接到 果然两人一出现 就被邓警官盯上 邓警官带领手下快马加鞭 好不容易才把人拦住 这么谈拘我 有什么事 当他意识到自己 中了调火离山之际时 邻一边的谷仔子早就逃了出来 他立刻对肥腐展开跟踪调查 从而得知张部长即将上赌船 跟洗钱集团的人谈生意 与此同时 邀文为了推动洗钱计划继续进行 再次与阿美出来谈论具体细节 赵小姐 你要洗几个衣 转过天 大探官张部长亲自出马 来见洗钱专业户邀文 邀文邀请张部长去豪华包厢 边吃边聊 而就在路过棋牌事实 已经等候多时的谷仔 迅速将微型窃听器 放在阿美的背包上 身为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 谷仔此行就是要收集 张部长贪污的证据 而还毫不知情的几人 正在肆无忌惮地讨论洗钱计划 见他们如此专业 张部长十分满意 随后他又提到 廉政公署的人似乎盯上他了 想看看邀文有没有办法解决 邀文刚要接话 却被小弟阿明抢先 原来之前是阿明伪装成股仔朋友 要走了他的银行账户 并向里面打了一笔巨款 以此来诬陷股仔贪污 见阿明提前就帮自己解决了麻烦 张部长笑得合不拢嘴 只夸阿明够机灵会办事 然而众人没有注意到 被抢了风透的邀文 已经是满脸不爽 谈完了生意 张部长留下阿美盯着后续的操作后 就准备离开 但在送他下楼时 阿美包上的窃听器不慎掉落 拿到窃听器 邀文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气得他忙吩咐手下掘地三尺 也要把人揪出来 很快 邀文通过监视器锁定了可疑目标骨仔 于是命令手下将人逼进厨房 来一个瓮中捉逼 走投无路的骨仔 连忙把连着窃听器的手机藏在角落 随后就掉进对方前后夹击的陷阱里 逃可逃了 骨仔被抓后 邀文出面逼他交出手机 见他不配合 逼他开口 肥腐的手段更是残暴 把打湿的毛巾盖在骨仔脸上 然后惦记骨仔的太阳穴 与此同时 邓警官根据他偷偷安装在骨仔手机上的定位仪 终于追踪到堵船上 并在抓住肥腐后 问出骨仔被关押的位置 将人成功解救了出来 此时骨仔把手机录音交给邓警官 终于向他澄清自己账户上的那1200万 并非是他贪污所得 而是被人蓄意陷害 邓警官了解到前一后果后 当机决定跟骨仔联手抓人 另一边 在阿明的急速操作下 张部长的100亿已经成功戏掰 邀文早就看阿明不爽 现在事情做完了 他便打算谢莫杀驴 但没想到 阿明也对他早有防备 当杀手接近时 阿明掏出随身携带的弯刀 猛地扎进对方胸口 随后成功将其反杀 当邀文听到这个结果后 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妙 果然依查自己账户 张部长支付的15亿佣金 已经全部被阿明转移 此时最大赢家阿明 已经坐上船准备出海 急忙赶来的骨仔 自然不能放过他 正用了一艘渔船 也追了上去 没想到阿明还真把船停下 骨仔和邓警官对视一眼 不确定他在耍什么花样 来到船上 阿明竟想以一挑人 干掉骨仔两人 而他也的确有这个实力 几个回合下来 依旧占据了上风 只见他一刀刺中邓警官后 又反手将其扔下楼梯摔晕 接着 他抓起一旁的红酒开平起 用力扎进邓警官腹部 开平器上的稻钩扎进肉里 让邓警官痛苦不已 就在这时 骨仔想到阿明因为耳朵失聪 一直带着助听器 导致他对声音格外敏感 而现在骨仔手边 正是紧急警报的按钮 于是骨仔故意制造噪音 让阿明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将其制服 另一边 在骨仔的部署下 阿明带队前来抓捕阿美等人 阿美突然开枪袭警 让局面失去了控制 同时赶来的药丸也加入了战斗 他站在车顶举枪扫射 不少警察因此中弹 紧接着 榴弹击中汽车油箱 引发爆炸 耀文便趁这个机会准备逃走 阿林自然不会放过他 紧随其后朝着他们逃跑的方向开枪 眼看已经被包围 耀文也只好举手投降 一旁的阿美忍不住叹气 满脸都写着不甘心 可面对这个局面 他也只能束手就擒 现在以耀文为首的洗钱集团 和参与合作的阿美全部落网 真正的幕后主使自然也逃不掉 车却被警察拦下 电影的最后 张部长被强制拖走 并以受贿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那笔巨额赃款也全部被没收 曾经嚣张的高官 如今成了阶下球 正应了那句话 手末伸 身受必被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